The Last Spoke Captain 假币丹如是说 The Last Spoke Captain 各位好 我是姚开阳 欢迎加入假币丹如是说的节目 今天 我要来谈专业的精神 有志于从事文创产业的年轻人 进入职场 不管是在企业上班 或是自行创业 通常被认为是专业人士 也就是依靠自己的专业 作为存在的价值 这是相对于管理职 或是投资者的角色 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 专业人士 是指一群纪律严明的个人 他们遵守道德标准 并在高水平的研究 教育和培训中 获得广泛认可的学习体系中的特殊知识和技能 并被公众接受 且为了他人利益而锻炼这些技能 与知识并加以应用 专业也是一种建立在专门教育培训之上的职业 其目的是为他人提供无私而客观的建议和服务 以获得直接而确定的报酬 所以评价专业人士是根据他是否具有良好的职业能力 是否遵守行业道德规范 而和他的职位高低无关 因为专业人士是可以以个人身份接受检验的 就像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专业人士 最多只有资深资浅之分 并非以协理经理课长的官僚组织阶级来运作 但由于台湾并不是一个很尊重专业的社会 对专业的精神不够理解 造成专业发展和个人生涯规划出现许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可以从不同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来分析 以下让我举例来说明 我以前拍广告片曾经和国外的摄影主合作 发现那位曾经得过奥斯卡金像奖的英国老摄影师 竟然不会给摄影机装底片 这让我大吃一惊 通常在台湾摄影师都是摄影助理出身 像给摄影机片夹换装底片这种基本动作 应该从助理时代就已经滚瓜烂熟 这位已经是世界级大师的老先生 怎么可能不会 原来我们的摄影师在西方电影圈 叫做Lighting Camera 以设计灯光和摄影美学为主 在台湾也有翻译做摄影指导的 他们未必是摄影助理出身 而且绝大部分都不是 操作摄影机不是他们的专业 甚至觉得不应该去碰触机器以免跃权 他们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在艺术而非技术的领域 真正操作摄影机的是Camera Operator 在台湾往往被称作大助 也就是第一助理的意思 他们才是最熟练摄影机操作的人 在国外的电影圈 许多人终身以做Camera Operator为职制 从来没有想过要升摄影师的 因为那是两种不同的专业 彼此没有上下尊卑与升或不升的关系 但是一旦被称作大助就无法变成专业了 有谁想一辈子当助理的 我甚至还看过专业推Dolly的人 所谓Dolly是摄影机装在轨道上 以人力推动运镜的设备 一个中年大叔 一辈子就只干这一件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 把推Dolly当成一门专业 并且推成了全世界第一把脚椅 收入比摄影师还高 不像在台湾 所有的大助都想成为摄影师 所有的摄影师都想成为导演 没有人愿意定下心来 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到顶尖 成就专业 所以台湾的电影圈不缺导演 不缺摄影师 缺的是专业精神 我再举奥运获得七项金牌的美国游泳选手 Mark Spitz为例 他的教练James Kostman 据说不会游泳 但不损其为世界游泳运动界传奇人物的地位 这也像高尔夫球赛 球星和球童的关系 球童对于球场的了解呢 往往高过参赛的高球巨星 但灰干的决策呢 还是有参赛者决定 球童只是发挥他的专业 从旁协助 要求教练会游泳 就像要求导演 必须是像电影明星的帅哥美女一样 没道理 西方社会呢 很重视专业 绝对不是官大学问大 但华人千百年来呢 受到科举的影响 把本来没有关系的各个专业呢 全都排成了百官图 导演比摄影师大 军官比士官大 博士比硕士大 院长比医生大 医生比护士大 校长比系主任大 系主任比教授大 刘峰所及呢 没有人愿意做专业的事 个个都想去当官 当年严父从麻维海啸毕业 到留学英国格林威治海啸呢 都是第一名 如果继续在海军中发展呢 绝对取代丁卢昌成为北洋 随时体度 但严父回国之后呢 仍然积极于于公民 可惜呢 联考科举不重 最后呢 只好捐了个官 一辈子窝在岸上当教习 成天穿长袍 抽大烟 像极了东宏先生 在严父的眼中呢 刘洋的专业之力呢 还比不上一个举人 其实持类似思想的人 还真不少 不要说当时呢 现在也是一样 我们的社会呢 很遵从博士的地位 把它是做科举时代的进士 其实博士这个头衔呢 很容易造成误解 以西方的教育观念呢 博士应该是在很狭窄的领域内 穷一生之力 钻研学术的那种人 所以博士合博之友 根本应该称作专士才对 但我们以为博士应该什么都懂 更糟糕的是呢 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 政府呢 还专以博士入阁做号召 一群狭窄偏执的人呢 搞得正不通人不合 这个就是台湾今天 博士乱阵的现象 台湾的政府中呢 除了有曾博士呢 还有贾博士 请不要误会 我这边指的贾博士呢 还是有论文 有证书的 只不过呢 他们大多是行政官员或议员 既有某些特殊的管道呢 获得学历 这不是什么秘密 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明说了 其实也没有人在乎 他们学到什么专业 那只是他们从政的广告招牌 所以为的还是要做官 谈到专业精神呢 我很喜欢用军事组织的例子来解释 西方国家的军队组织呢 专业分工很明显 传统西方的军官呢 大多是贵族出身 被赋予指挥决策的责任 对于各种技术专业呢 认为是士官的事情 所以军官呢 通常不会直接干预士官管辖的业务 或是下面的士兵 像军舰上呢 有随手掌专门管理权舰的随手 俗称总头 舰长万不得已呢 不会越过随手掌去管随手的 在西方国家的传统呢 士兵不能因为战功而身为军官 因为士官和军官呢 是两条不相通的人事管道 保守的大印帝国呢 忽然是如此 民主国家的美国呢 近西点军校呢 也要两个国会议员写推荐信 仍然是精英的示威 甚至共产国家的苏联 号称工农兵平等 军官团呢 依然维持第二时代的贵族作风 我们可以批评 这不符合民主平等的原则 但是所有的军事强国 包括战前的日本人都是这样 这是精英的传统 但无论中国共产党 还是国民党 都排斥精英主义 讲的好听是关闭议题 讲的难听呢 就是关不相关 并不像兵了 像50年代呢 中共和苏联蜜月期的时候呢 解放军的基层 就对苏联顾问 强迫他们的官兵分立 不平等的不满 到了温革期间 干脆连阶级都取消了 但这也是解放军 战力最低的时候 台湾只是个指任官阶 而不尊重专业的地方 我们的社会呢 总以为军官比士官大 可以无所不管 就越权而有失身份 这造成台湾的军队呢 军官做士官的事情 士官做士兵的事情 士兵呢 做割草扫地工人的事情 由此呢 美军移交了一座仓库给国军 美军的库长是士官长 国军来接受的库长 却是个上校 场面呢 好不尴尬 传统西方国家呢 军官士官 无所谓 谁大谁小 完全看场合而定 譬如在英国军队训练的操场上呢 是士官长最大 全旅集合跑步 由士官长发号施令 如果上校旅长没有跟上呢 是会被士官长踢屁股的 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 拿着棍子大呼小叫 鞭策士兵的人呢 譬如像来自流氓岛的信 里面那位戴白头盔的 观众以为是军官 其实是军朝 军官是不管这一类所事 如果动手来管士官长的事 那是有失身份 又如我们看陆海前将 里面那位潜水学校的士官长 那个威风呢 远远超过我们的上校 我们常看到舰长手握舵盘 开船的牌报 其实西方国家海军舰长开船 是动口不动手 因为舰长的专业是指挥 而不是操作设备 他只需要口述命令 副长把他原则性的命令呢 转化成具体可执行的指令 并指挥舵手或是车众手的 依令操作开船 传统上呢 舰长绝对不亲自动手操作 那是舵手的专业 如果舰长碰舵轮 舵手呢 会认为是在抢他的饭碗 此外在西方呢 副长并不等于副舰长 副长的英文呢 是Executive Officer 执行官 简称XO 他是船上大小市的真正的总管 和舰长呢 各有专业分工 副长呢 不一定是舰长的绝对属下 当特定状况的时候呢 副长甚至可以逮捕舰长 电影《赤色风暴》里面呢 就有这么一段剧情 让一向为领导马首是瞻的华人呢 见识到西方分工的严谨 和专业态度的坚持 此外呢 在西方海军传统 副长是不能在原舰升舰长的 必须先调到下一级的军舰 担任舰长之后 才能升任本级舰的舰长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若是在原舰升舰长呢 副长和舰长之间呢 就会产生矛盾 而且副长的职责和专业呢 和舰长不同 在电影《猎杀571号潜艇》当中呢 舰长始终不让他的副长升职 认为他还没有做好准备 内部电影呢 对于海军的人事组织和指飞统议呢 有很深刻的描绘 但是呢 中文把assetive officer呢 翻译成副长 就很容易造成误解 以为副长就是副舰长 加上在台湾呢 陆军独大的思维 认为副团长可以原地升团长 副舰长为什么就不能原舰 直接升舰长呢 郝伯村就是这样的思维 强势干预海军的人士 完全不懂海军的传统呢 是有其专业精神背景的 此外 在英国的传统呢 舰长管舱面一下 轮机长管舱面一下 精卫分明 舰长要指挥轮机舱呢 一定要透过轮机长 因为早年在舰船转变为 蒸汽轮船的时代 舰长是不具备机械专业的 所以呢 另外派工程师上舰 担任轮机长 率领一群技工 掌管机器的运作 舰长必须尊重 轮机长的专业判断 而不是官大学问大 乱指挥一通 台湾的军队不重视专业 我们由所有上层职位 都有兵科军官把持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 譬如空军气象连队长 很少是由气象专业军官出任 而是由飞行军官把持 这表示气象的专业 在组织中呢 并不被看中 气象连队长的职位呢 不过是被飞行军官 用来占将官圈用的 说的直接一点 还是想做官 甚至由专业人士出任主管 也可能因为做官的心态 而造成偏差 譬如在台湾很少有 学医院管理的专业的人 出任医院院长 几乎都是由该院 最资深的名医来担任 否则不足以服众 我们不能说医生不专业 但是医院经营管理呢 毕竟是不同的领域 最好的医生当院长 就像雷台主当大将军的结果 可能少了一个好医生 却多了一个烂院长 大学校长也是同样的道理 美国许多大学校长呢 本身既非教授 也没有博士学位 但只要会管理 会布款 没有人怀疑他不能胜任 但是在台湾就不然了 选校长非得是 德高望重的大牌教授不可 问题是教授的专业 等于校长的专业吗 其根本问题 还是把大学校长当成了官 因此呢 教育部长 大学校长 院长 系主任 老师 几种本来应该独立 不相隶属的专业呢 被自动排序成为官僚体系呢 也就不奇怪了 因为华人除了百官图呢 看不懂其他的专业分工组织 中国传统政治 没有事务观和政务观之分 因为专制帝国呢 只有皇帝一个人是政务观 其他的人呢 都是农彩 时至今日呢 绝大部分的人呢 还是分不清事务观和政务观的差别 以至于我们常常会议 是否从基层干起 来判断一个部长是否专业 是否升任 难怪 国防部长文人化呢 讲了这么久 都很难实行 依照这个逻辑呢 当然永远都只能是职业军人的专利 问题是 耍枪弄炮的专业 和庙堂之上 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的专业 能够画上等号吗 传统中国社会 人人爱做官 因为做官呢 的确是有很多好处 我们不是常常看到戏曲中 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曲公民天下诗的剧情吗 我一向对此呢 觉得十分的怀疑 一个平生 就算给你考上状元 要做官也是才刚开始 凭你那一点点俸禄 哪可能马上闲鱼翻身 晋升上流社会 这不贪污行吗 我们居然还把这当作励志的佳话 来勉励学子 这才是科举制度 对中国社会千年来最大的危害 它让所有的人都想去当官 当了官自然有黄金屋 严如玉 没有人想要去搞专业 因为专业的社会地位低 还绕不少好处 所以呢 台湾既质教育的瓦解呢 不能全怪李远哲 因为这个社会 本来就存在这种价值观 李远哲只是没有利用他的权威呢 加以导正 反而更加推波助澜而已 台湾社会不尊重专业呢 连带影响许多人呢 也不尊重自己的专业 在该坚持的时候不坚持 以为客户会喜欢 其实客户干嘛花钱买个弄成 如果专业得不到客户的尊重 这个客户就不值得服务 不如趁早抛弃 还有一种人呢 本来应该是专业工作者 却不甘寂寞 譬如广告圈的创意 本来应该是幕后的专业 却纷纷跳上台前 以大师或才子自我标榜 并且奇装一服 华众取宠 语步竟能死不休 甚至天天搞花边新闻 有如艺人 这还有什么专业可言 不过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人生 别人也无从智慧 但请呢 不要再自身为专业人士 因为专业人士 是用自己的专业 去帮助别人成就的 拿着客户的钱 不顾客户的利益 满脑子想自己出名 这不但不符合专业 更没有职业道德 其便每一个进入文创产业职场的年轻人 都能立志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专业人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甲碧丹姚凯阳 我们下一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